我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前面有美国的这个矽谷银行 有这个标志银行 一下子一周之内连续啪啪啪三家 大家已经七婚八素了 那现在更大的爆出来 昨天刚好这个时间点 是这个辣碗报直播快要结束的尾巴 就我就看到我们几个来宾神色都不太对劲 就在看手机你知道 怎么回事每个人都有点懵 瑞士兴带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你怎么看你当时的第一个 知道消息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我就说洗钱天堂现在要垮台了 洗钱天堂 我在瑞士待过蛮长时间 我也在瑞士开过银行账户 因为我要在生活 我们这种小客户到银行被闲得要死 你要开一个账户你要付钱 开账户要付钱 我在瑞士两度进出 结果我走的时候 因为他光收你那个账户管理费 然后你的存款管理费 就让你小额的金钱 很快被他抽光了 在那边存款还要付钱 你在那边存款你要付钱 可能要有一个门槛 对有个门槛 就是要存多少以上才不收减 一千万美金 我跟你讲 更莫名其妙 我要关账户 我走了 我赶快关账户 因为每天他就给我扣钱 关账户也要收钱 关账户也要钱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不要你这种小额存款 他都是大额存款 然后呢 这个瑞士自从中立国以后 他就变成世界的 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中心 当时他十九世纪成为中立国以后 德国 法国 英国的 有名的银行家族 都去那边把总公司都移到瑞士 法语区就变成 这个日内瓦变成金融中心 德语区就到苏黎市 都开银行的 他银行有个特征 他帮你的存款存户保密 你的钱只要存在瑞士银行 全世界任何人来说 某某人在那边有没有钱 他说不提供 所以就像你讲的嘛 洗钱天堂 他就洗钱天堂 所以呢 他的存款 比如说我国有一位前总统 他的儿子的钱就在那边存 为什么要存那边 存那边你神不知鬼不觉 瑞士绝对不会供出来 你今天我们这个银行 我们这边政府去个公文说 请你帮我查一下 有没有叫陈直中先生 在你那边有没有存款 他说树难奉告 爱难奉告 就这样一点 可是这个事情 大概十几年前 美国开始对瑞士下手 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政府发觉 他们很多有钱人 把钱藏到瑞士 抽不到税 然后呢 你记得美国有个叫肥咖条款 你现在你只要是美国公民 你在全世界存款 你都要 你要注明 你是美国公民 然后这个银行 必须把美国公民 在他的银行 比如说我们台湾银行 他问你是不是美国人 现在都有联动 去开户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你 你有美国国籍吗 你有美国国籍 为什么呢 好可怕 你就要把你的存款的资料 对美国的财政部公开 国税局公开 你不能保密 你知道吗 台湾有很多有钱人后来因此就退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因为美国人抽税抽得很狠 太划不来了 抽得很狠 那就只有瑞士不合作 所以美国那些钱多人都存到瑞士银行 你想第一个什么原因 第一个会是什么 存款的人不想让人知道他有一笔钱藏在瑞士的人 就敢把钱拿出来 对啊那这样我何必存瑞士 那不存瑞士啊 对不对 还有地方可以存 那我不好意思讲 因为这个电视人中 我也不能指这个教导人犯罪 世界还有一个地 还有些地方你可以存到那边 你任何人这个国家都不告诉你的 可是瑞士这个生意做不成了 那你想想看 存在这个瑞士最大银行之一的瑞士信贷的 这一些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有钱存在哪 他第一个干嘛 所以瑞士今天这个银行不是因为他经营不散挤兑 而是在那边洗钱的人怕的钱被曝光 然后呢赶快把钱就推出来 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原因 什么保加利亚洗钱案 什么墨山彼可贪污案 前高管顾问涉及这个间谍丑闻 大量泄露客户各支 这以前都不会发生的 他以前就是给人家洗钱 就是跟人家就是搞贪腐的 所以呢 我不能这样讲啦 很大一部分的瑞士银行的存款户 就是全世界的贪官污吏 包括我国有前一位前总统 也名列在内 还好呢 全世界的江洋大盗 偷管蒙骗的人 钱来路不明的不法的钱 都要存到哪 都要存到瑞士 可是呢美国政府厉害 釜底抽薪 叫你一定要开放你的客户名单以后 这个瑞士尘不受不住压力以后 这个原则没有以后 所以速倒呼声善 大家都把钱 从瑞士赢 就是说 就是说提款 就跟在挤兑那个 这个矽谷银行 所以他也是大客户流失 这个银行一夕之间 消息传出来以后 一天的股价就跌了30% 然后瑞士 你说这个什么大股东 这个什么 这个阿拉伯的 他不投资 他当然不投资 银行要垮了 他干嘛加码 很多皇室的那种钱 对 以前很多人存在这里 现在恐怕也 大家都要拿出来了 大家都要拿出来了 不晓得陈时中 还有没有钱的 有钱他也要拿出来了 所以瑞士这个 陈志中 陈志中 你不要搞错人 陈时中 反正这个陈志中 这个瑞士的银行业 现在一大危机 他过去靠这个秘密账户 这样子致富的 那个法宝没有了 被美国人整的 那你要怪瑞士人 你要怪美国人好了 美国人就是硬是 把他这一套打破了 那现在这个银行 就第一个岛 瑞士还有很多这个银行 我参观过 他叫什么 这叫做 private banking 这个好 富户去找他 我去参观过一个小小的银行 然后我们因为 我那做学生去上课 那个 那个银行的管理介绍 我上课 他说 他的银行 只有两个窗口 平常没有业务的 然后他刚刚跟我们讲说 我们银行的资产 600亿美金 就一个小楼 全世界有钱 专门做神秘的高端资产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的存款起跳额 是100万美金 你要开一个账户 你没有100万美金 对不起 我不让你开 所以这就是瑞士过去自付 这个国家为什么会那么富 这个银行业是他很重要一个 金基姆 现在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 他的银行业的这个摩天大楼 正在垮下来 从这个瑞士银行 就这个SWISS CreditSWISS 这个垮台你就知道了 所以他那个 我觉得他那个生意做不下去了 好啊 这个介大师一开始 就把这个真正的原因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这个瑞士做很多 这个私人的财富管理 高级的私人财富管理 其实现在台湾很多 这个银行也在做 但是当然了 瑞士在这方面是长期信誉卓著 没有错 有钱人 钱 说真的不想被大家知道 那藏起来藏到哪里 过去大家都说是瑞士 大家新闻过去也看过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 他表面上的原因 A啊 B啊 C啊 可能真正的原因是 介大师讲的这个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黄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容器做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用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啊